鮮绿色一条比一条大 像花又像瓜 远远看长在半空中 近看才发现原来是垂挂在棚架上的大冬瓜 更令人好奇的是 原本应该长在地上的大冬瓜 怎么会长在天上呢 这本来就是有棚架 想说用这样子我们看 它的成长过程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 在地上的话真的 它长大了我们才看得到 那这个的话 它一开始在成长 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得到 它在长大这样子 在成长 对啊对啊 像你这个住的小农园里面 有很多包含冬瓜 包含栗子南瓜 为什么想要来这边种植这些农作物 就是兴趣吧 对啊因为 之前我们是在十几年前 在市民农园租地 然后后来 那原主介绍我买这个地方 就是想自己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园 就是想好玩啦 喜欢啦对这个种植蔬菜那方面有兴趣这样 这处私人农园的主人是市议员杨秀玉的好朋友好姐妹 不仅把冬瓜种在半空中 还在农园中种植有南瓜中宾室之称的栗子南瓜 坊间价格比一般南瓜贵上一倍 因为口感好吃市场上也很少见 这处位在七堵区泰安地区占地千坪以上的私人农园 不仅有菜园还有果园 包括节食累累 果熟落地的莲雾树 以及长得茂密的橡胶树 经过主人十多年来的细心规划整理 园区内有着一大片草地和休息用的景观小农舍 走上小农舍的楼顶还能够遥望七堵著名的江子辽山 虫鸣鸟叫 微风吹来让人心旷神怡 这也是市议员杨秀玉和几位好姐妹 休闲聚会的私人秘境 我在这边还是呼吁说我们要爱护地球 让每种生物它都有它的栖息地 不要因为我们人类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开发 我们的一个贪婪自私 而影响了这个其他生物的一个它们的栖息地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生态平衡点 我们要和平共存 和平共存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起来爱护地球 那这个七堵江子辽山 还有我们的泰安里真的有很多的秘境 欢迎你乡亲还有外星人士的好朋友 有空的话多带我们七堵 七堵真的很不错的一个好所在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七堵这边玩一玩 整个园区尽量保持自然风貌 减少不必要的人工雕琢 随意设计悬挂在树上的荡秋千 让心里面住着小女孩的美魔女们 顿时放松 悠游自在开心地玩得起来 农园主人表示平常大家聚精会神 忙碌在各自紧绷的工作上 偶尔休息时就会相约来农园放松一下 享受大自然的熏陶 洗滴身上的疲惫 充电后继续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 再打拼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